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至此拜登和特朗普的选举人票分别为264比214 也就是说拜登离胜选门槛270张选举人票仅差6张 可谓胜券在握 值得注意的是在民主党占领先的内华达州 刚好有6张选举人票 在明显落后并接近失败的情况下 特朗普团队起诉了包括密歇根州 宾夕法尼亚州 佐治亚州在内的三州 要求他们暂停计票 直到获得有意义的权限 来观察和清点计票过程 同时他们还表示将要求 威斯康星州重新计票 顺承该州有几个县存在违规行为 另外至关重要的是 威斯康星州的官方结果 可能要等到12月1日才能确认 上述情况令美国大选面临了巨大的改变 权力和平交接的前景并不乐观 不过拜登手握明显的优势 为市场风险偏好情绪提供了有利的支持 当日美国三大股指全线飙升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暴涨3.85% 而道琼斯工业指数则最高涨于800点 风险偏好升温消热了美元的避险需求 美元指数最高触及94.30后 大幅回收到93.40附近收线 主要非美货币对美元则剧烈震荡 普遍出现极常上瘾或下瘾的十字性 表现极其震荡 据华盛顿邮报的统计数据 当地时间11月4日 美国待日新增病例达到了10404例 民间统计网站新冠追踪计划的数据 则显示当天美国新增确诊达103087例 这是美国疫情爆发以来 首次出现待日新增10万例的情况 而随着大选的进行 全美疫情恐进一步加速蔓延 同日美国自动数据处理公司ATP发布的数据显示 最有小非农支撑的ATP就业人数 10月入得36.5万的增长 远低于预期的65万 这暗示将于本周五 11月6日发布的美国10月非农就业数据 或将令人失望 另一重磅风险则来自美联储 北京时间周五11月6日凌晨3点钟 美联储将举行利率决议3点30分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召开新闻发布会 美联储不再可能在大选机票刚结束的情况下采取行动 但不排除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暗示 或在12月会议上调整债券购买计划的可能性 大选结果尚未出炉 其他重量及风险事件有接踵而至 消息面可谓乱成一锅舟 在这样的情况下 投资者或不得不更多的借助技术面 去判断市场的后市走势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